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憲文歡迎收看 未來事件部 今天加權股價值數上下震盪 中場上漲60點以10906點作收 那麼我們都知道呢 美國今天晚上休市 那麼今天的成交量是呈現一個萎縮的狀況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萎縮的格局 可能今天有很多人又輸了一屁股啊 那基本上我這邊給大家一個非常強烈的建議 任何盤面上你所看到的 不經過你自己自我分析 自我判斷 或是沒有得到主力心態背書的事情 你千萬不要亂做 就像我請問各位 昨天你看到外資一口氣賣超一百二十一億 甚至於在選擇權的部分又加碼放空 我請問大家 昨天是不是有很多頭顧老師 告訴你這個行情不排除 反正每天跟你講不排除 看到一根黑街棒 就跟你講說不排除 往下回測這邊 或往下回測這邊 反正如果操作真的用軍線 這麼樣的簡單 你今天就不會最高殺低啊 什麼叫最高殺低 那我請問大家 你當你看到外資大賣一百二十一億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選擇在批按盤 採取一個所謂放空的動作 結果今天早上跳空開高 那跳空開高 到底是開高走高還開高走低 你大概因為你手中是空單 希望他開高走低對不對 結果呢 當你看到台北股市又穿越五日線 又穿越十線 垂直往上急拉 一鍋黑黑棒的高點 你又把你的空單停損反手做多 結果恭喜各位 尾盤又收在一個所謂最低的低點了 再來一遍 任何盤面上 你所得到的一個所謂資訊 如果沒有得到主力心態的背書 或你自己的專業分析 我奉勸各位 你都不要去執行 麻煩你把我昨天的重複蛋掉退看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上五點到五點半的節目 我難道我不知道主力心態 我不知道主力心態是多 外資賣了一百二十一億嗎 那我請問各位 我昨天呢 把昨天的節目調出來看 昨天我們很清楚跟你報告 我說昨天的主力心態 他是多 他是多 他不是空 紅色代表多 等同一流 禮拜一主力心態多 禮拜二主力心態多 禮拜三跳水當心態由多轉空 你有沒有看到直接殺殺殺殺殺 殺到禮拜四的低點之後 當你再一次看到心態由空轉多 結果今天有沒有跳空開高 昨天 看到外資賣一百二十一億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的就是我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跟你預告 我說收盤 它是小於日限關鍵價 沒錯 可是收盤 它是大於主力成本 我有沒有這樣跟大家報告 收盤小於日限關鍵價 日關鍵價 盤中連線節目都看得很清楚 可是收盤又大於主力成本 我告訴各位好了 基本上你看到兩個不同票 你可以選擇投票 就像昨天我們是流多 你可以選擇投票 第一件事情主力心態多 一票 第一件事情收盤大於主力成本 兩票所以2比1 這是為什麼昨天當你選擇空 我們選擇多 最主要的一個所謂原因 不管包括主力心態 不管包括主力心態 我要在節目當中 一再跟同學強調 宣揚倫理道德 我一再跟我們報告 主力做什麼操作 就像你可能說 老師這一個禮拜操作難度好高 我請問大家 難道是這一個禮拜 台北股市操作難度才高嗎 農曆封關之前的台北股市 當時外資狂賣800多億耶 結果呢 不經由任何的分析 只有在農曆封關的時候 我會不會跟你預告反手做多 沒錯吧 那同樣的 你說操作難度高 這段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你的老師有沒有帶你賺到啦 如果沒有的 我只能奉勸各位 現在全方位360包含帶槍投靠 真的只要360 你要好好掌握 我請問大家 不是等到313座缺口封閉 才知道要漲 當時38婦女節 我們不要買這邊 這一天當心態 再一次游空轉多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 我在節目當中 我會跟大家預告 你不要小看38婦女節 這個心態的游空轉多 一口氣漲了370點 而你們LINE AT 我們很清楚的 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就從3月8號一直漲到週限紅單 又看到11萬的對賬單 然後一路漲到3月13號 好啊 那你告訴我 老師啊 這一段盤整盤 這一段盤整盤很難做 不好意思啦 你不去做 你根本不知道是盤整盤 還是趨勢盤 更重要 我的一個所謂操作邏輯 你不要告訴我 聯儲局要升息 你不要告訴我 中美貿易大戰 我的會員接來市場的目的 就是為了賺錢 要怎麼賺 要怎麼賺 我們要端出 所有主力作手的專業工具 而且我應該是全頭顧 唯一一個老師 不是等到收完盤的時候 將波圖隨便印出來 哇今天跳空開高 所以說 昨天我們的軟體 在最低的低點有買訊 結果沙尾盤 告訴你 我們今天在這個最高的高點 10點30分出現放空訊號 你要了解一個老師 他做每一件事情 他的一個所謂操作邏輯 還有他的SOP 那為什麼我敢去講我的邏輯 而且我的邏輯 在盤中連線節目 盤中連線節目 在你們LINE AT 在5點的盤後節目 我有沒有去跟你們做一個所謂預測 有沒有 因為我們懂得主力心態 因為我們懂得主力成本 因為我們懂得多空防火價 這是為什麼 只要一逮到機會 千萬不要放過 3月15號 時間跳快點 76萬 3月19號 上下震盪盤整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 很抱歉 你又做錯邊了 你又損失慘重 同樣來到3月21號 禮拜三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 3月21號禮拜三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去從這每一個所謂發生的事件 去判斷這個老師的精準度 我請問大家 那時候大家又告訴你 聯邦儲備局 他的升息英馬 可能是利多出境 長的時候 疊的時候叫做利多出境 長的時候叫利空出境 當分析師有這麼好當喔 那叫我家的多多樂樂 不要當狗來當分析師好了 好不好 不過 不過徐志摩還是誰講的 一句話才講的蠻正確的 他說專家就是訓練有數的狗 疊的時候 美國疊就跟你講說利多出境 美國長的時候跟你講利空出境 撩連啊 撩連啊 3月13號的那一天喔 今天晚上 這一天晚上 要宣布聲部聲息喔 9點17分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它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好 老師啊 你不準啊 因為當天 因為當天 當天禮拜三的時候 台北股市是沙尾盤啊 那我請問大家 沙尾盤的那一天 在21號 3月21號 禮拜三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就是 跳空開高 很有趣 有的覺得齁 這個主力做手 這背後的常境人 我講坦白的 他的功力還算不錯 這一天沙尾盤 每一個人跟你講說 明天會跳水 然後跟你講明天會跳水的 他保證 禮拜四一定買在天花板 因為根本不如他的一個所預期 結果禮拜四開高 垂直往上拉 往下擊殺 跳水 讓所有的軟體出現放空訊號之後 隔天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 你還在想說 你的空單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他垂直往上擊拉 結果一擊拉 完蛋了 全部受不了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 好不容易聯儲局的問題處理完之後 又遇到美國股市 美國跟中國的大利空 導致於美國跌600多點 然後咧 又開始全面放空 你們 到底有沒有一個人可以寫出這樣東西啊 而且是淺顯易懂 連幼稚園的小朋友都知道 C代表收盤 收盤大於日限關鍵價 可是收盤小於週限關鍵價939 這是為什麼我在我這邊的測標 很清楚的跟大家預告 週限它是個標標準準的綠燈 可是日限是紅燈 日限留下火種 為什麼日限要留下火種 你要聽邏輯嗎 現在聽來不及了吧 因為明天禮拜六要收月限 你知道嗎 現在收月限的角度來看的話 恭喜美國 月限綠燈 恭喜日本 恭喜韓國 月限紅燈 剩下台灣而已喔 台灣我等一下慢慢解給大家聽 好 那麼禮拜一不管包括開盤這個極測 所以包括11點14分 這一個極殺 這一個極殺 你不覺得嗎 我再來一遍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我的這個極殺 這個極殺 你用傳統的軟體 它一定會出現非常明確的放空訊號 可是這個極殺 我們還在買耶 為什麼要買 因為那時候 我有跟大家預告心太多 會員走到買死 都不用怕 然後禮拜一 這一禮拜一盤中擊殺 盤中擊殺 很好 趕快空 禮拜二送你一根 扎扎實實的長紅K棒 那禮拜二為什麼送你一根 扎扎實實的長紅K棒 因為禮拜一的收盤 是大於日限關鍵價 而且大於主力成本 這樣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說昨天你看到 外資賣了121億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主力成本 要怎麼樣知道主力成本 你廣告中電話把它撥通 你需要我們的協助 你廣告中電話把它撥通 一通電話改變你一聲 你又不相信 結果呢 結果呢 禮拜二這根長紅K棒 又差了八十幾萬 沒錯吧 日期3月26號 還沒完喔 還沒完喔 好 那結果呢禮拜三 因為心態 它先跳空 你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 它有它的邏輯 它的邏輯 我開盤 我先跳空跌破 謝老師的940 打了1顆星 2顆星 3顆星 4顆星 5顆星 6顆星 我開盤直接跳空 這根長紅K棒出現的時候 每一個老師叫好又叫做 結果呢 隔天跳水怎麼辦 你們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們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你不知道940到949 打了6顆星 結果開盤直接跳空跌破940 然後呢 多方稍微抵抗之後 心態再一次由多轉空 導致於 禮拜三收在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 禮拜三跟大家預告 收盤小於日限關鍵價 也小於主力成本 那你懂我意思齁 收盤大於關鍵價還有主力成本 拉出一根所謂長紅K棒 收盤小於關鍵價還有主力成本 結果我請問各位 昨天禮拜四的時候 台北股市有沒有又上下震盪 那上下震盪到底是垂直往下殺殺殺殺 第二隻腳 第三隻腳 第四隻腳 還是上下震盪就是上車的機會 你要問一個人啊 你要問主力心態啊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昨天上下震盪嘛 9.47分還有11.16分 你們的Light 8 9點34分 就跟你預告心態 多 再來一遍 很多人說謝老師 打電話進來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你們謝老師Light 8裡面有很多錯字 那如果齁 我講講白的 很多 老師他們的Light 8 叫做AI人工智慧 都是 都不是他本人發的啦 我這樣講夠清楚了吧 然後呢 掌上來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8點Light 8裡面出現 買進訊號 然後他不敢給你看 手機旁邊 拿手機滑都沒有用 有本事 這個時間要給大家看 這個時間很重要 來來來 再一遍再一遍 禮拜一到禮拜二的這一波的 一個所謂大漲 你不要說我沒跟你預告喔 9點17分 9點17分喔 禮拜一的時候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非常大 非常大 多多多 多的非常大 力道非常大 這是為什麼 禮拜一拉出一根長紅K棒 禮拜二拉出一根長紅K棒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同樣的 昨天禮拜四 在9點幾分 9點30分 有本事給大家看時間啦 9點34分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給你預告 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 誰在鳥裡外資賣121億 連這一張都照給你看耶 還沒完耶還沒完耶 我請問各位 這是昨天的解盤 今天開盤 有沒有直接跳過890 這個 很棒 不太難去 也不太難去 有夠屌的 這個主力真的很機車 我這一天 好 這一天主力現在多沒問題 我這一天 直接跳空過 空方帽子加 所以我們一直買 一直買 這一天直接跳空 跌破主力成本 沒錯吧 沒錯吧 今天更機車 我昨天跟你預告的890 今天怎麼處理 今天開門有沒有跳過去 跳過去之後呢 跳過去之後要怎麼做 來 9點18分 還有12點鐘 12點鐘 好 我都跟會員預告主力心太多 你們的light也寫得很清楚 寫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有沒有很輕鬆的看到今天的對賬單 有沒有 好 再給大家來個心理測驗 你知道嗎 今天的外資在選期貨的部分 一口氣買了5000口 放假三天買5000口 賭放假之後的行情嗎 我覺得那個數字怪怪的 我等一下給你報告 好啦 我直接跟你講結論 今天的收盤是小於日關鍵價 還有主力成本 好 我們假設現在PM盤是上漲 明天不要亂追 明天不要亂追 搞不好人家明天5000口倒出來之後 又垂直往下殺一刀 為什麼 因為重點在這邊 我問你啦 如果說你是主力作手 明天要收月線的 日本韓國月線都紅燈了 那我加全股價指數 月關鍵價在879 OTC 在這邊嗎 879 OTC在151.5 至少明天看到謝老師的節目 最爛的一個所謂狀況 只有一個Rulering燈 其他兩顆都是紅燈 那你認為主力作手要幹什麼 就是幹什麼 再買5000口 然後讓他買在天花板嗎 他沒這麼樣的笨 聽得懂你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我只能給你報告 今天收盤是小於這一個 小於這一個 所以說 你只能利用擊殺 因為明天多頭 只會做被動的防守 他根本不需要攻擊 那這個意思吧 那麼 可是會聽聽手這種空洞 你得聽清楚喔 如果下面這邊 這樣 是怎樣 那閉 靠腰 我閉這邊 這邊 對閉這邊 如果周線紅燈 12345 周線綠燈 一顆毛毛球 那如果 如果 這邊周線變紅燈 那很有趣喔 如果周線紅燈 又收上月線關鍵槍 你們空單應該禮拜一 又被拖去中 不要說我沒跟你預告 所以說 這也證明了 主力成本 還有主力心態的重要 這也證明了 事前預告的重要 完完全全寫在 盤潛稿裡面了 眼鏡打開 慢慢看 看不見 看不清楚的 廣告中電話把它撥通 把盤潛稿帶回去 好 另外再跟誰我強調 我們今天 我們之所以存在的 一個所謂目的 就在於一個所謂 長線的事前規劃 藉由一個所謂 長線的事前規劃 我們賺到 我們應該有的報償之後 我們會不斷的行善布施 去幫助到 需要被幫助的人 這是為什麼 全方位360 除了給你魚吃 更重要我們要教你 釣魚的技巧 更重要我們一起來 行善布施 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說 夏老師 你在節目當中 好像都要講奇貨 我告訴各位好了 你基本上 如果你連最基本的大盤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好 講是這邊 假設這邊月線 全部都是綠燈 你認為你下一個月 你做多會怎樣 這一個月 有很多股票創新高 好 我們就舉例 從整個矽晶圓 到被動元件 到3D感測 再從3D感測 來到了我們看到 最近的風力發電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會創新高 因為大盤月線它是紅燈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一再強調大盤你要看得懂 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又問我說 夏老師 你的操作到底怎麼操作 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說 我舉例幾張股票 舉例幾張股票 而且股票代號我都背不起來 很多人啊 跟你推銷海月啊 哇海月啊 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七支 測標放七支漲停板 今天跌停板沒人要講的 很多人呢 看到昨天1323的勇裕 漲停板 漲停板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勇裕啊 哇塑膠多好啊 1781 大家都在拼生技股嘛 拼完之後咧 這個 買它都不買台船好不好 它股本幾億 它股本幾億 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基本上 我只能跟你報告啦 一個投資者的告白 我看太多 我真的看太多 我在這市場 將近快30年的時間 你們投機啊 人家講生技 就趕快買生技啊 然後人家講什麼 趕快買什麼啊 買完之後 今天漢遜跌停咧 沒會鳥你了啦 那我只可以強調齁 基本上我的做法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股票不用折 很簡單嘛 我有主力心態吧 醫院那時候 還在跟你預告 2049上營 人家主力做多啊 人家從200塊 150塊 一路做多都不放 都不放啊 這是為什麼 上營今天的股價 還在平行高 為什麼今天 25的全新大跌 為什麼今天穩貌 還在創新高 為什麼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為什麼嘛 為什麼嘛 因為人家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所以這為什麼 我建議大家啦 無論如何 你都可以去下載 我們的一個軟體 好 第二件事情 你告訴我老師 上營太貴了 你告訴我穩貌太貴了 好 合金21塊 報給你的時候 你告訴我太便宜了 結果合金呢 一口氣漲了1.3倍之後 你又告訴我太貴了 好 那我只告訴你 我的做法很簡單 我為什麼要導入一個 所謂即時的主力成本 因為即時的主力成本 它能讓我了解說 這一檔股票 要由牆轉弱之前 我能夠在第一時間 我就能夠知道 由牆轉弱 由牆轉弱 也都是一模一樣 不管包括合金 我在Line 8都有跟你們報告耶 兩支掌停板耶 3374的精彩 我請問各位 要買合式嗎 還讓我看一下 2348的海月 海月做什麼的 不知道 因為你們要投機 要賺錢 因為頭顧老師都畫大筆 買海月 10萬塊 一個月之後 變70萬 70萬 一個一年之後 變7千萬 變7億 怎麼不去做直銷啦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一個頭顧老師 為什麼沒有一個頭顧老師 能在節目當中 講出整套邏輯 而且我不是等長上來喔 我都事前去跟大家 在Line 8裡面 跟大家做一個所謂的預告喔 那麼 這一次喔 好 我們先講一下合金好了 我出的時候 我們前天出 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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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我們合金 把基本單也出掉 現在合金有點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這張股票 我講太久了 很多人跟 很多人跟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的合金 他比中美金來的弱 比環球金來的弱 因為太多人跟單了 那我只能跟你報告 合金你要小心 台聖科 我前面跟大家舉例 我說台聖科月星可能綠戰 好 講快點 講快點 那等一下 你手中有人在找我 在找我 然後呢 然後轉進3406的 一個所謂玉金光 1597的值得 加碼買進 然後之後 把全新 把其利新 出掉之後 我們是不是資金 又轉到8046的 一個所謂南電 而這些東西 LINE AT都有跟大家做 一個所謂完整的 一個所謂報告 設計昨天 2208台傳 那基本上 我的股票做法 我跟一般投顧老師 比較不一樣 他們長下去會 逢高賣一半 逢高賣一半 疊下來會 不斷地加碼 攤平 加碼 加到最後全部躺平 那你看一下我昨天摳去 好不好 那我看一下 16.1 我們先買2208台傳 對不對 然後16.5 再加碼買 欸 拍誰喔 那時候幾天幾分 11.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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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讓我會員先買啦 真的啦 你們的LINE AT 我一樣跟你們預告 2208的一個所謂台傳 只有台傳咧 你昨天去買的 到今天 你不用像我會員一模一樣 賺兩支掌停板 可是你也賺了一掌停板 可是問題 為什麼全方會360 我都報給你啦 那為什麼 3月份的大專案限定板 你要好好掌握 再一遍 哇 今天空訊怎麼不見了 今天空訊跑哪去 今天我要在江湖那台傳 就這樣子啦 所以說3月份限定板 更重要的重點 很多股票 它的月限它是綠燈 你們真的要好好注意 除了給你魚吃 教你釣魚技巧 更重要一起來行善不施 還是老話一句 事前預告 事前預告 事後你得到完整驗證的 記得改電話時間 播通電話線玩下去 通知商品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etzung選擇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奇怪导播啊 你有没有check看我的时间 我每次觉得我时间好像都比人家特别短 那么不过无论如何啦 反正我们都是做到股票不用遮了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 那其他的就来自于说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下载我们的工具之后 你自然可以找到每一档股票 他所预测的一个所谓多空防守价 就好像我请问各位 大力光的股价有没有创波段金低 有 那为什么3406的玉金光还在创新高 因为一个是主力心太多 一个是主力心太空 倒在实物上面的一个操作 你不可能买到每一档股票都是创新高 就好像我请问各位啊 6118的建达1000张 我的会员可能 一个人买个一张就涨停板了 你懂我意思吧 当你遇到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你的软体有办法跟你预告 全新的多空防守价吗 130块 245的全新 如果130块不出 今天剩多少 108 买个10张差22万 差22万 然后一样 再借由主力心太 你又可以找到主力心太多的 一个所谓标的 一档2208的台船 不用买多 10几块的股票 你买10张 6万几块呢 两缸 台船 股本74亿 对不对 而且都有跟大家预告 那为什么要说要跟薛老师操作 很简单吗 昨天LINE8告诉你买 你不敢买 那我们就自己的加码 到今天17.6还在加码买进 算基本单的部分 你买个20张 你可以赚6万多 为什么不赚 你说还没有其他标的 来啦 跟大家报告一档股票 5305敦南 敦南 光宝集团的 刚好回到这边 那你看他财报 蛮有趣的 你会不会觉得本益比太低了 4块59 4块59 目前股价多少 股价多少 41.9 我谢文 没有遮股票 没有遮股票 5305敦南 我们就知道了嘛 可是问题现在 比较麻烦的地方 是在于你们手中 那些月线绿灯的股票 就好像我所跟大家预告的 2399硬太 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了 就有硬太金 没有打电 你们为什么都要留 那些月线绿灯的股票 真的啦 月线绿灯的股票 赶快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包括353个台胜哥 618的合金 这新增的部分 他们月线也是一个 飙飙准冷的绿灯 手中有这样的股票的 一定要优先处理 不再羡慕别人掌停板 处理手中的问题 才是勇者应该具备的角度 改变我闲 播通电话再来玩下去